小朋友 裡面有什麼 碗子 裡面有蚵子 從認識食材到下鍋烹煮 孩子們不僅可以透過 製作飯湯的過程 了解東港潮民生活及海洋文化 待會還能與阿公阿嬤們 一起保餐一頓 今天要跟小朋友一起分享 我今天來看到 我看到阿嬤煮的本燈 看起來我覺得好想吃 因為我看到本燈我就肚子就餓了 我很開心地來到這裡 因為可以跟阿婆阿嬤們 一起看到他們在煮飯湯的時候 也學到了別人在大熱天下 阿婆阿嬤們的辛苦 我學到了本燈裡面有什麼料 孩子們分批到訪社區烹煮站 了解飯湯的製作過程 各個皆表示過意良多 也能體恤長輩的辛苦 而東港鎮海公社區關懷據點 與東港海濱國小合作 進行的老幼共學營網課程 就是希望透過在地生活的展現 了解家鄉故事 今天我們海濱國小 配合東港營網應景的 我們就辦一個課程 就是說我們用老幼共學 讓小朋友來了解說 在東港營網的時候 一些東港特色的小吃 就是東港的飯湯 也讓上這個課程 讓小朋友了解我們東港的一些海洋文化 裡面那個藏民所經常在食用的一些小吃 將飯湯在製校內 同時也是校園的老幼共學據點 讓長者與孩子們一起吃 營網飯湯 不僅應景 也能提前感受到營網氛圍 跟小朋友做到吃飯 我吃飯湯才會吃 跟小朋友一起吃 覺得心理上比較年輕 越來越年輕 跟孫老伯做到吃飯 有夠好的心情 今天跟長輩們一起吃飯湯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有學到東港的文化 透過社區與校園的共同合作 除了打造多元學習平台 也能將家鄉的漁村文化 在地宗教及社區產業等 融入課程教學 讓孩子更親近家鄉文化 肥東說不聽張志豪採訪報道